章的第一個範例就是這個 MIPROJ My Project 我的第一個專案 打開來之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已經寫好 它已經完成檔的部分 那當然完成檔就是你要做出的結果 類似像什麼樣 那我們可以直接看到BIN底下有沒有 有一個debug 這邊就是它做好的一個執行檔 打開來就像這樣子 就是像這樣裡面一個房子 就是這樣而已 最簡單 那根本不用寫任何一行程式 做法上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說呢 你先開啟這個VB的程式 然後呢我們要做幾個動作 上方的部分呢去設定什麼呢 一個 其實只要換個label就好了 那label的部分呢 我們先開一個新的 開錯了 這邊喔 新專案 新專案呢 當然我們這地方乾脆把它改成第一章 乾脆前面加一個今天日期 0099 0311 然後呢練習就是叫什麼呢 給它一個名稱好了 叫做 MAP 叫第一個範例好了 好 好了之後的話呢 記得名稱給它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撰寫 那程式部分呢 第一個就是上面加上一個什麼 LABOR 標籤有沒有 上面你可以看到 烏寬不如心寬 這個地方 LABOR 拖拉過來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怎麼 這個直接拖拉過來 好 再來的話呢 把上面的名稱改過 改成什麼呢 改成它要的這個形式 烏寬 不如心寬 這幾個字 接下來呢 你會發現你如果按Enter 它會預設值 它的字型不會改 那接下來怎麼做呢 就跟Word一樣 那改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改這裡 它有個字型 FONT的屬性 這個屬性呢 你直接點一下這邊 或者你參考1-2-3頁也有 點下去之後呢 就會跳出這個字型設定的畫面 那我們就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呢 標凱體 另外的話呢 加上協體 並且把它改成是8號的字 這樣就好了 1-2-3 改完之後的話呢 另外再加什麼呢 加一個底線 所以你就直接 設定的話呢 就是1-2-3-4 按確定 這樣就完成了 好有沒有 那位置如果說你要置中一點 你可以把它擺過來一點 好 好了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在底下怎麼樣呢 放一個圖檔 這個圖檔的話呢 我們直接再翻到1-24頁有沒有 這邊就是它告訴我們在工具箱裡面 會有一個叫什麼呢 Picture Box 就專門放Picture的 放照片的 Picture Box這個 拖拉過來 拖拉過來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